那么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这一波的盛音所带来的热浪 而盛音相当的严重 也相当的频繁 这一次被认为跟1998年那一次 来的一样的严重 盛音回来了 是今年最重要的 全球气候变迁的议题 盛音未必100%跟全球暖化有关 但是全球暖化会使盛音发声的频率 比起过去的时刻来的高很多 从我们全球的气候来看 气候变迁一定会导致热浪加剧 而这次席卷的欧洲热浪 在有些地区被认为是500年来 最严重的一次 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我们刚刚看到了欧洲 本来应该像秋天的地方 本来应该是摄氏 差不多20度的地方 现在是40度 而上海这个时刻 应该是30度的地方 上海现在只有18度 就整个全球的气候都乱掉了 而泰国现在应该要进入雨季 但是却出现了10年以来 最严重的干害 整体的声音再加上 全球暖化的气候变迁 所结合起来 会使我们的2015年 是一个难忘的一年 这是2015年夏天亚洲的景况 一波波热浪袭来 却低语不下 最先冲击的都是两仓 泰国身为全球最重要的 道明产区 面对10年来最严重的旱情 政府已经下令大规模修根 但河川水位急降 导致河床边缘泥土下沉 不要说博游路面跟着塌陷 道路桥梁柔长寸断 全国顶多再撑一个月 民众就会连自来水都没得用 另外干旱引发的地层下陷 还将使海水侵蚀根地 导致严重的土壤炎化 作物死亡 干旱也出现在中国大陆云南 摇安县玉米田一片光秃突 根据农民说法 往年此时玉米高度至少1米2 如今受汉勤影响 只长了十几公分不到 当地从4月1号至今 鱼只下了49.1毫米 是有气象纪录以来同期最低 且不止玉米受灾严重 干涸的稻田严重军裂 裂缝宽度都在5到8公分 深度达2 30公分 受汗面积少说13万步 直接干已经全部维缩完了 干已经全部维缩完了 然后它的肺炎已经停滞了 连接它的组件的已经维缩了 不会再火了 新疆连日高温 火焰山地表温度甚至高达摄氏 58度激进破表 讽刺的是几乎同一时间 上海迎来了143年7月最冷的一天 深沉最高温 从7月3号到6号一路跳水 徐家会气象站还一举测得18.9度 平均温度更跌破历史新低 造成这个气温偏低的主要原因呢 主要是由于上海包括江浙一带 总体是处于梅雨风北侧的这种冷气团控制当中 盛夏变成了深秋 过去在上海从未有过 但近期长江竹雨带确实威力强大 江西庐山连续降雨 不止把最高气温一口气从29度 压盛夏13度不到 创下26年来 七月最低 它所酿成的土石流 也让气图强行通过的车辆 统统失所翻覆 塞入河里 可能是不清楚水下路况 或是水流实在太挤 大货车慢慢偏离原本行驶的轨道 极端天气来得莫名 虽说全球暖化总是可以归因 但这一年刚好碰上了声音 整个太平洋水温系统高于平均 专家早就试井 亚澳要小心热浪和野火 南美洲和美国南部会出现严重暴雨 最近,尼尼尔尼尔尔早洪 这种新冠状上能够成为 建立的 thirsty 想上gili del nino 预报中心的最新预测 有八成几率会延长到2016年初春 超过九成几率会在北半球盘踞整个冬天 也就是到明年初之前 全球的天后异象都还会不断出现